我幾乎每一年都會回來 參加仁義會 可是為什麼會有 這樣的一個願 因為我告訴上人 我們阿根廷離南美 離台灣很遠很遠 那我對我自己說 每一年中秋月圓的時候 就是弟子回來 跟上人談圓的時候 他說 你們都是我的好的弟子 他說 有形的距離 可以用心靈的距離拉近 然後他說 他有看過地球 南美在下面 然後台灣在上面 只要你法入心 穿透心 我們的距離就很近 我們2010年的時候 剛好有自立大地震 然後那一場呢 我們要做正在法防 但是剛好那個月 我們遇到要佛誕節 然後我們就有一個願 就是希望能夠做遇佛節 所以我當時就背著那個佛像 長途八十做了25個小時 做到阿根廷跟智利的邊界 然後穿越安地斯山 3000多公尺 在那個天主教國家裡面 我們要告訴他們的人 其實佛陀的精神跟天主的愛 是一樣的 我記得很清楚 就是他們靠近佛陀的時候 他們是先在胸前畫一個十字架 然後用最恭敬的心 他們親吻著他們自己的嘴 然後摸著那個佛陀 然後一直摸一直摸 然後口中念念有詞 甚至有的人在祈禱 雙手和指在祈禱 上人講的沒有錯大愛無國界 沒有宗教 沒有語言 沒有膚色的這個障礙 那個美好的景象 就在那個時刻呈現出來了